我們來看一下,各位如果你的WebDuno的程式寫好了,你想要把它儲存起來怎麼辦? 我們如果是這種免註冊的,也就是模擬器還有體驗板,因為直接進去就可以用 所以你在右上角這邊,你會看到有一個鏈子,這個按一下就可以把你現在的狀態儲存起來 按下去之後,它會產生一組連結,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這裡是不是有一組連結 這一組連結其實就是上面這一組,有沒有發現上面也變了 所以你在這邊沒辦法直接複製,因為它是一個訊息嘛,所以你就複製上面那一個 把它存在你的記事本裡面就好了,也就是說你不用把程式碼真正存到你自己電腦裡面 這樣沒有用,就是你記這個網址就可以 這個是我們針對就是體驗板或者是模擬器的部分用這種方式 那麼如果你是註冊的版本,也就是我們講的雲端平台 它就跟我們一般在使用這個Google文件啊,Google的這個服務一樣 你只要有開了一個新的文件之後,你有做任何的修正 它會自動幫你做儲存,比如說你改了一個字,它就自動存 做幾個動作,它就自動存到 所以網址都會是相同 那我們用這個模擬器跟體驗板的 今天如果你做到這邊OK了,當然這個網址就保留下來 可是如果你又去修改它呢 比如說我今天,欸這個,我又來這邊做了程式的修改 有沒有,這樣我是不是有動過了 這個時候你看,只要你修改了程式 有沒有發現上面的網址就不見了 因為對他來講,他剛剛那個網址 只是把你剛才的狀態儲存起來 可是你現在是不是就是一個新的 等於說你有修正過之後,要麻煩你再產生一個鏈子再按一次 最終版本,你要再按一次就對了 這是它的一個處理方式 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不要想說你已經有存了,然後就繼續做繼續做 結果結果後面沒按 哇,中間那一段就都沒有了 這個要稍微小心一點 我們就這樣,要不說 來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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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